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块区域里面自由的移动 可以使用微信小程序里面的MoveableView这个组件 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可以先用一个MoveableArea 去定义一块可移动的区域 它里面可以包装一下可移动的湿度容器 这个容器就是MoveableView 在这个组件的上面我们去添加一个Direction这个属性 去设置一下可以移动的方向 无论它的值是None 就是不能移动 它的值还可以是All 任意的方向 可以是Vertical 垂直方向 也可以是Horizontal 水平方向 这里我们先把它设置成All 然后打开页面的样式文件 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下这个可移动区域 还有可移动适足的样式 MoveableArea 设置一下可移动区域的宽度 让它等于100VW 还有它的高度 把它设置成50VH 再给它添加一个背景颜色 颜色的值是1滴1滴1滴 可移动的视图是MoveableView 用一个width设置一下它的宽度 让它等于80像素 再用一个height设置一下它的高度 让它也等于80像素 最后再给它添加一点背景颜色 现在页面上的这个灰色的背景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区域 它里面包装的这个紫色的方块 就是一个可移动的视图 它可以在这块可移动的区域以内 自由地移动 Inertia可以在这个移动视图上面 去添加一点惯性 这里面先添加一个Inertia 把它的值设置成True 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块紫色的块 就会有一个惯性 在移动它的时候停止以后 它仍然会继续地移动一段距离 默认这个可移动视图 不能够超越它所在的这个可移动的区域 这里我们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个 Out of Bounds这个属性 让它等于True 这样这个可移动视图 就可以越过它的一点可移动的区域 松开手以后呢 它又会自动地弹回去 在可移动视图上面 我们可以添加X 还有Y属性 它们可以控制可移动视图 在水平还有垂直的位置